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 座標平面上一個機器屬 自原點歐出發 直線前行自這個A點 這個A點在哪裏 A這一點他的座標是二分之更到三 跟二分之一 就是說他是從什麼呢 從這個30度的地方 然後移動一單位 為什麼 因為一單位乘以cos30度 就是二分之更到三 乘以sin30度就是二分之一 也就是說他是沿著60度的地方 走一單位 然後再轉什麼 再轉90度 從這裡再轉90度 逆時針轉90度 再移動多少呢 移動更號三單位 然後再來的話 再轉60度 再轉60度 再移動更號三單位 再轉60度 再轉60度 再移動二的平方更號三單位 第11點的座標是多少 第11點的座標是多少 我們現在怎麼看這個問題 我們就這樣看 我到達A1這一點的話 他的座標我怎麼算 我就給他分解 這個的話是多少 二分之跟到三 就給他分解以後 這個分解過來的話 他一直分量的話是這一邊 也就是說他一個座標是 往水移方向移動這麼多單位 再往這邊移動這麼多單位 那我可以把什麼呢 把這一根把它拼移過來 拼移過來以後的話 這是根號三 然後把他拼移過來 那這一段的話跟這一段是一樣的 那我就可以把他用什麼 用一個座標來什麼呢 來把它加起來 就是這個一個座標加這個的一個座標 等於是減 那往向的話呢 就是這一段加這一段 那就是這一段加這一段 也就是說呢 我可以把這個東西 把它分解成 X分量跟Y分量 然後呢 我X分量各自加起來 Y分量各自加起來 好 那同樣的道理 就是說 那這A11的話 上的話我可以把它寫成OA11 OA11 用向量的形式寫好了 這就等於多少呢 等於這個OA OA 再加多少呢 再加這個 AA1 AA1 再加多少呢 A1 A2 這樣子 一直加 再加上A2 A3 再加上A3 A4 A4 再加上A4 A5 A5 再加上A5 A6 再加上A6 A7 加上A7 A8 加上A7 加上A9 A8 A9 A10 A10 A11 再加上A10 A11 A11 好 那我們來看看 這裡有什麼規律 那這個會等於多少呢 這個會等於多少呢 這個會等於 這個OA的話 就等於多少呢 等於這個是2分子根號3 2分子根號3 2分子1 加多少呢 這個多少 加 這個多少 這個的話呢 就是根號3 然後沒有的話呢 我再給它30度 再加60度 這Cos多少呢 30度加60度 30度加60度 那Cos 那Cos 那Cos的話 Cos的話 Cos的話 會坐標 這個高度的話 這個高度的話 這個等於多少呢 Cos 30度 加上60度 就120 好 120 為了方便的話呢 我用那個度度量好了 就是說120度 60度的話呢 是等於3分子π 那120的話 是等於3分子2π 所以的話呢 這個就是多少 這個就是 3分子2π 那這個是 3分子2π 這樣子 那長度的話 長度是根號3 乘以根號3 然後再來的話 這個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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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那個方向角的話 就已經什麼呢 已經是 120了嘛 就3分子2π 然後再什麼呢 再轉什麼呢 從這個方向再轉什麼 再轉那個 再轉60度 就變成水平方向了 就120再加60度 就變成這個方向 所以 再來的話呢 就是這個 這個 這個的話呢 是多少 這是根號3 這是2根號3 也就是說 再加60度嘛 就cos的π 就180 那 3的π 那 乘以多少 2根號3 這是這一個 這是這一個 再來的話 這是多少呢 再加60度 cos 3分子4π 3的3分子4π 那 乘以2的平方 根號3 然後 這個的話 是cos 3分子5π 就再加3分子5π 再加60度 就是sin 3分子5π 那 乘以2的3次方 根號3 那 這個多少呢 這是 cos 3分子6π 就是2π 乘以2的5次方 根號3 乘以2的5次方 根號3 然後 然後 這個的話 是cos 3分子2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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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以2的6次方 根號3 然後 這個多少 這個是cos π 3 乘以2的7次方 根號3 那 然後 這個 是 cos 3分子4π 3分子4π 乘以2的8次方 根號3 然後 這個的話 是 cos 3分子5π 3分子5π 那 乘以2的8次方 根號3 根號3 那 這個多少呢 這個是 cos 3分子6π 就是2π 那 sin 這也是2π 乘以2的10次方 根號3 好 那我們現在 來配對 我們知道 cos 這個3分子5 這個多少 這個cos 60度 這2分之1 這個是2分之1 這個是2分之1 cos 3分子2π 這個是等於cos π 減掉3分子5 所以是負的 負的2分之1 然後 我們就把它加起來 加起來的話 這個是負2分之1 就是 就是說 這個的話 我把它換掉 好了 負2分之1 這是負2分之1 這是負2分之1 這個是負1 這個是負1 負1 這是多少呢 這是π加3分子5 這也是負2分之1 負2分之1 三分之五π 就是 2π減掉三分之π 就等於cos cos 是等於多少 二分之一 這是二分之一 再來 這個多少 這個是等於一 cos2π就是一 就等於cos0度是一 這是是 2分之一 這是 2分之一 yd 這個是負二分之一 這是2π減掉3π 所以cos3π 這是2分之1 這是1 cos2π 這是1 那這樣子的話 我就把它加起來 加起來的話 這個的話等於多少 所以它一直做標的話 就等於多少 等於這個是2分之3 2分之3 2分之3 然後我們曉得 這個是-2分之1 有幾個 有1、2、3、4 我看看這個有什麼規則 這個 再減掉2分之3 然後再減掉多少呢 再減掉2分之3 再多少呢 再減掉2分之3 再減掉4分之3 這個多少呢 再加4分之3 這個是4分之3 再加多少呢 再加16分之3 這個乘以這個 4分之3 4分之6 再加多少呢 再加多少呢 這一層的話 這也是 2分之4 16分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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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的話減掉多少呢 減掉32分之3 16分之3 16分之3 減掉32分之3 已經到了這裡了 那再減掉多少呢 減掉多少呢 減掉這個 減掉這個 這個多少 這個 2的七十方分之3 減掉2的七十方分之3 2的七十方分之3 這個再減掉二的七十方根號三 到了這裡 還有兩項 這是二的八十方 二的八十方根號三 這個乘以這個 二的八十方根號三 這二的十十方根號三 二的十十方根號三 那這樣等到啥 這個兩個就消掉了 這四嘛 這個又消掉了 這十六、十六、三十二 這又消掉了 這兩個加起來 跟它是一樣的 這是二乘以二的七十方根號三 給它兩倍 這就消掉了 剩下二的十十方根號三 二的十十方根號三 這是二乘以二十四 所以這個 X座標 我們就挖起來這裡 X座標是一零二十四 跟號三 再來我們看看 這個 這個是 這個一百二 一百二是正的 這是二文字跟號三 這個是 這是二18 是二文字跟號三 這是鈕 第三項線 所以是負的二分之更號三 這二分之更號三 這一百二,也是正的 二分之更號三 然後呢,這是零 這在第三項線 第三項線,所以是負的 負的二分之更號三 這在第一項線 這個在第四項線 所以這也是負的 負的二分之更號三 那這是零 三以零度,這是零 所以的話,它那個歪坐標 歪坐標的話,就等於多少 等於這二分之一 那再加多少呢 二分之更號三 二分之更號三 這是零 這是負的 約掉的 減掉多少呢 二乘三 不對喔 跟號三乘以跟號三的話,就是三 所以是二分之三 這是二分之三 然後呢,再來這兩個 這兩個 這兩個的話 這個是等於多少 這一個是 這一層的話是多少呢 這約掉嘛 二三得六 減六 那這多少呢 三是十二 減十二 那這多少呢 再加多少呢 這是二的四次方 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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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以三 再加多少呢 這一個的話是二的五次方 二的五次方 三十二 乘以三 再加多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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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減啦 減掉多少呢 二的七次方 二的七次方 乘以跟號三 乘以三啦 這兩個吧 約掉吧 二的七次方乘以三 再減掉 這是二的八次方 乘以三 二的八次方乘以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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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應該等於多少 這個的話呢 應該這個是 這是二分之四 這是二嘛 那減掉多少呢 這是十八 那加多少 加這個是四十八嘛 四十八 乘以三嘛 那減掉多少呢 那減掉多少呢 減掉多少呢 減掉這個是 二的七次方乘以三 四十八 四十八 乘以三 三八二十四 一四四 一四四加二 一四六 一四六 減掉多少呢 十八 加九 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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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加多少 二的六次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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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多少呢 這個是 這是六十四嘛 二的五次方 三十二 乘以二六四 這六十五呢 這樣子 六十五 乘以十八 五八 四十吧 即四 六八 四八 五二吧 五二 一五得五 一六六 零七 一一七零啦 一一七零啦 一一七零 那減掉多少 減掉一百四十六 一百四十六 四嘛 剩下六 二嘛 一減是零嘛 一一六十六 一一一二十四 等於一一一一零二十四 所以它的Y座標是一零二十四 那X座標是一零二三嘛 也就是說 S1 它的X座標是 一零二十四 跟號三 那這個Y座標的話 是一零二十四 不過是鋪的 復的1024